有沒有可能會是兩個前行政院長的對決 蔡萊佩 大家外景期待 其實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民選 所以我今天來到台中 第一站就在長坡維政 第二站在核心腸 第三站在張家瓦解決 民進黨為了要守護台灣 捍衛民主 在2020年總統跟立法委員選舉 我們勢在斃骨 第一站在台灣台中市長最後選擇候選人是誰 我們一定要嚴正一代 一定要盡人的權利 然後達到蔡英文總統順利投票探選 必然我們選舉可以過班 這樣的選舉總目標 對於張杖正院長 我一直都是很感激 在議政的時候 對於我們去做他的辦公 協助台灣市重建 我們要再次謝謝賴院長為柏惟自身上這支球棒 讓柏惟在2020的選舉當中可以起開折勝 我們一起幫柏惟加油一下 陳柏惟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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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柏惟在上次的高雄市議員選舉裡面 他是大家都知道的賽車 他是第一個公開揭穿韓國瑜市長 我對派錢方面 開銅道開採石油 F1賽車 伊斯奈樂園等等 針見不可行的人 可以說是上例選舉 那這一次來到台東市第二選舉參選 立法委員 他現在是年輕有惡 他是強棒豬群 他肩負著要打破敵方派系勢力的一個控制 我想 如果以歌聲的話 來比較誰比較強的話 他不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我們知道 因為民主政治 一定要經由老百姓一票一票選出來